上一期内容,老罗和大家分享了5万英镑创新移民英国,真的能拿到英国绿卡吗? 其实,申请英国绿卡的难度比申请澳洲绿卡的难度更大。 但为何老罗刚通过新媒体运营拿到了澳洲PR后,又马不停蹄地折腾去闯闯英国呢?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儿子的教育规划。 现在在墨尔本Scot去读七年纪的他,已经拥有了读澳洲八大,或者穿加华销生联考上北大清华这类985名校这两条路。 但老罗还想为他多一条留学英国之路,所以今天我就结合刚出路的QS世界大学100强排名,和大家聊聊留学英国,留学澳洲,还有上北大清华这三条路的各自特点。 先来看看2022年QS世界大学排名全球第100强的前十名。 第一名还是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老罗只想落落地说一句,美国毕竟还是美国。 第二名是英国的牛津大学,英国的建桥大学和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并列第三。 第五和第六是美国的哈佛大学和加州理工大学。 第七名是英国的帝国理工大学,瑞士的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和英国的伦敦大学学院并列第八、第九。 第十名是美国的芝加哥大学。 大家看,前十名中英国就占了四所,这也是老罗为何不顾疫情的因素,正在为儿子申请明年九月份英文名校九年级的入学口。 这些学校的牛津率都在30%左右,等疫情过后,又会有大量的国际留学生加入申请的竞争行列。 加上老罗也非常看好英国疫情后的经济反弹,所以错过了这些机会,起码以后我们是高攀不起了。 这次排名中,澳洲大学也非常给力,澳洲八大中的七大都进入了全球100名。 其中,澳洲国立大学排名27,墨尔本大学排名37,悉尼大学排名38,新南威尔士大学排名43,昆斯兰大学排名47,墨纳士大学排名58,西澳大学排名93名。 老罗因为已经拿到了澳洲PR,所以儿子顺着目前的轨迹,考个澳洲八大难度不大。 但对于留学生而言,我觉得留学澳洲还是要结合专业和移民规划综合考虑。 这也是为何好朋友来问我子女留学的问题,我不会推荐留学机构,而是推荐我的移民代理美伦兰,这个属于深维思考和跨界融合。 因为美伦兰不仅是澳洲的注册国际教育顾问,还是澳洲移民代理业的资深专家,这么多年来一直保持着澳洲PR申请率100%的获批率。 再加上她自己也是墨尔本大学的税法硕士,所以能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帮留学生们做出更完整的人生规划,包括留学后的职业规划、移民规划,而不是单纯的只考虑留学这个环节。 这次排名中,中国也有六所大学入选,清华、北大、浙大、交大、中科大,排名也越来越靠前,分布为17、18、31、45、50、98。 当然,老罗比较幸运,如果儿子要考这些名校,他不参加高考,可以参加华侨生联考。 华侨生联考和高考相比的报考人数考试难度,录取分数我在前面一期内容,华侨生联考是在专高考的控制吗?和大家分析过了,今天就不再重复了。 那一期内容有人留言,北大清华好吗?我也没有怼人,只是回复你觉得好就好。 其实,看看人家全球17、18的排名,就已经能说明问题了。 老罗自己当年好歹也是读到上海市中检中学、行制中学,但去报考北大清华的想法压根都没有,走高考之路太难了。 但没想到自己拿到澳洲PR后,儿子能享受到的最大的教育福利,就是以华侨生的身份去考北大清华。 今天和大家聊了我为儿子规划的三条教育之路,有朋友问如何申请英国的那些牛建率非常高的九大工学或者是顶尖的私校呢? 可以提前扣向牛津建桥之门。如果英文好,可不可以自己DIY申请呢? 赶快关注老罗,我今年花了很多时间都在这个问题上面,明天我就统一回复这个问题。